诚意从以前的傲娇到现在的谦卑反差那么大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好多黑子都在黑诚意 说诚意以前才出道的时候 明明走红毯的时候 一分钟800个pose 生怕别人看不到他一样 一点都不设控 甚至都自信的有点油腻了 现在为什么小心翼翼的 这是在营销什么人设 太壮了吧 这些人只看到了从前 只看到了现在 却没人在乎中间的过程 诚意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诚意才出道的时候 还带点小傲娇 刚出社会什么都不怕 就去冲去闯 觉得自己很厉害 就想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可是演艺之路哪有那么好闯呢 没有背景 没有后台的诚意 经常一个戏都准备签合同了 却被临时换掉 难过的几天不想出门 更是被导演说你不行 你以后都不要演戏了 如果是我的话 早就被打倒了 放弃了 但是诚意没有 哪怕他再伤心 再难过 他说睡觉就好了 第二天起来 又会元气满满的 可是他真的好了吗 他只是不愿意让自己 一直陷在不好的情绪里 他很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的心里就像有一团火 给他点着 让他朝着他的演员梦想努力 别人说他不行 他就偏偏要证明他能行 诚意说他要么就不做 要么就做到最好 这么多年 他也都是这么做的 随着琉璃的播出 诚意终于让大家看到了他 剧中的私放 是多少人的百月光啊 诚意通过十多年的努力 终于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正当诚意的事业即将一飞冲天时 一场云歌会 差点让他的事业就此停滞 诚意本来和大家开开心心的参加活动 结果因为有心人的刻意剪辑 硬给诚意扣上了不尊重女生的帽子 因为诚意没有配合炒CP CP粉没有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 云歌会结束后 诚意迎来的是铺天盖地的骂声 一晚上直接被黑伤热搜 狂掉八万多份 那段时间 诚意被网爆到一度不敢出门 有的人还给他的信里面夹了诅咒的东西 甚至还有的人专门跑过去打他 他那个时候有多难过呀 明明他什么都没做错 从那以后 诚意就变了 变得小心翼翼的 听别人说他露齿笑不好看 他就很少露齿笑了 他变得很少说话 他怕他说得多 错得多 诚意的变化 狗狗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如果可以 我们真的希望 曾经那个有点小傲娇的傅施奇 能够回来 希望他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 能够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能够像从前一样笑得开怀 所以在齐圈 我们都是宠溺时追星 不管诚意怎么样 我们都愿意宠着他 诚意是变了 但是他唯一不变的是对狗狗们的真心 我们在宠着他的同时 他又何尝不是在宠着我们呢 现在诚意的心是我们狗狗们一点一点五热的 眼看着他越来越开朗 他会对着我们开心的笑 也会亲手救过狗狗们用心写的信 是曾经的傅施奇要回来了吗 我们那么在乎的一个人 容不得别人说他不好 好多人说诚意三十多岁了 还在营销可爱人设 是不是他过了 可是你们知道吗 我们从来不是因为诚意可爱 我们才喜欢他 我们是被他的才华所吸引 要知道诚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员 他的出色表演和良好形象 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 而且诚意不仅在演艺方面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他还在公益活动中 展现出他的社会责任感 他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 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呼吁社会关注并帮助他们 除了在电视剧和电影中的出色表现 诚意还积极拓宽自己的演艺领域 他何尝 他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挑战自我 展现出了他的多面性和深厚的演技 无论是在古装剧还是现代剧中 他都能够准确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 将角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此外 诚意还以其阳光健康的形象 受到了广告界的青睐 他成为了多个知名品牌的代言人 展示了他独特的魅力和商业价值 诚意在演艺圈中的努力和付出 也获得了业界的认可 他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不断进取的精神 获得了多个奖项的肯定 包括演技类奖项和人器类奖项等 总之 诚意以其扎实的演技 出色的外貌和阳光的形象 成为了当代年轻演员中的佼佼者 他的演艺事业正在不断攀升 相信未来他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 诚意的演艺之路仍在不断前行 他对于表演的热情和执着 让人深受感染 作为一个不断追求进步的演员 他不仅在演技上不断挑战自我 也在个人素养上不断提升自己 在演艺事业方面 诚意始终保持着对表演的热情和专注 他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努力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 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角色之中 使得每一个角色都充满了生命力 他不断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不断拓宽自己的演艺领域 展现出了他的多面性和可塑性 除了演艺事业 诚意还十分注重个人素养的提升 他积极参与各种学习和培训 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技能 他注重身体健康 坚持锻炼身体 保持良好的状态 以更好的投入到工作中 在人际关系方面 诚意也展现出了他真诚和热情的一面 他与同行和粉丝都保持着良好的互动 以他的真诚和热情 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和尊重 展望未来 诚意将继续在演艺事业上努力前行 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 展现自己的演技和魅力 同时 他也将继续保持谦逊和努力的态度 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诚意会在演艺界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成为备受瞩目的演员 当然 我很高兴继续为您撰写关于诚意的内容 诚意的演艺事业 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相反 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谦逊和进取的心 不断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 作为一个有追求的演员 诚意深知自己的不足 并愿意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 来提升自己的演技 他积极参加各种演艺培训和研讨会 与业界前辈和同行交流心得 不断吸收新的表面理念 不断吸收新的表演理念和技巧 他对于角色的理解和塑造也越发深入 能够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角色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演艺事业 诚意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 他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 参与慈善活动 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他的善举和公益行动 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责任和担当 此外 诚意还积极拓展自己的演艺领域 尝试不同类型的作品和角色 他不仅在电视剧和电影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还在舞台剧 话剧等领域 展现了自己的才华 他对于不同类型的作品都能够准确把握 将角色的特点和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诚意的努力和付出 也得到了业界和观众的认可 他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不断进取的精神 获得了多个奖项的肯定 成为了备受瞩目的演员 他的粉丝数量也不断增加 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总之诚意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强力的演员 他的演艺事业仍在不断攀升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观众的业界 赢得了观众和业界的认可 成为了当代年轻演员中的佼佼者 相信未来他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 成为演艺圈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诚意的演艺生涯如同一部丰富多彩的画卷 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他的才华和努力不仅让他在影视界展露头角 更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作为一个不断追求卓越的演员 成艺始终保持着一颗对演艺事业的热爱之心 他不仅在演技上不断突破自我 还在角色选择上展现出更加多元化的风格 无论是古装剧 现代剧还是电影 他都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各种角色 将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刻画得入目三分 除了出色的演技 成艺还以其独特的气质和形象赢得了广大粉丝的喜爱 他阳光健康的形象深入人心 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他的粉丝们不仅关注他的作品 还积极参与他的各种公益活动 共同传递正能量 在诚意的演艺生涯中 他也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和领域 除了演戏 他还积极参与舞台剧 话剧等形式的演出 展现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他还尝试跨界发展 涉足 音乐 综艺等领域 不断挑战自我 展现出了他的全面才华 同时 成艺也深知自己的社会责任 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 他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 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担当和责任 展望未来 成艺将继续在演艺事业上不断努力和进取 挑战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和作品 他将以更加成熟的演技和丰富多彩的经验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和深刻的表演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成艺会在演艺界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成为备受瞩目的明星 好感 seperStar 在证据中 competition everything